北京时间11月15凌晨,WTT常规挑战赛,斯洛文尼亚西梅斯托战传来好消息,中国队大获丰收,刘国梁的弟子包揽全部五项冠军,其中,梁静坤4比3逆转王楚清,夺得男子单打冠军,刘伟山4比1战胜58岁老将宁夏莲,夺得女子单打冠军。 这一周,中国乒乓球队兵分两路出战两项赛事,一项是休斯顿式拼赛热身赛,另一项则是WTT常规挑战赛,斯洛文尼亚西梅斯托战。 西梅斯托战的比赛,男队实力强大,由已经获得休斯顿式拼赛参赛资格的林高远,梁静坤、王楚清、周启豪出战,女队则由王毅迪、刘伟山出战。 经过一番争夺,中国队除了王毅迪在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,2比3爆冷输给58岁老将宁夏莲,以及周启豪无援四强之外,整体表现非常出色。 男子单打方面,林高远、梁静坤、王楚清打进四强,最终梁静坤、王楚清会施决赛,中国队提前包揽冠亚军,女子单打方面,刘伟山打进决赛。 另外,林高远、周启豪与王楚清、梁静坤会施女子双打决赛,他们也提前包揽女子双打的冠亚军。 而在混合双打方面,王楚清、王毅迪打进决赛,女子双打方面,王毅迪、刘伟山打进决赛。 来到决赛赛场,首先进行的是混双决赛。 王楚清、王毅迪以3比1战胜法国组合高兹帕瓦德,为中国队夺得第一冠。 随后进行的女双决赛中,王毅迪、刘伟山以3比0轻取温特、米特兰姆组合夺得冠军。 第三项决赛是男双决赛,林高远、周启豪以3比1战胜队友王楚清、梁静坤夺得冠军。 第四项决赛是女单决赛,刘伟山4比1逆转倪夏莲夺得冠军。 第五项决赛是男单决赛,梁静坤4比3逆转王楚清夺得冠军。 最终,中国队包揽本次比赛全部五冠。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。